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要学问了 我记得我跟师傅聊天 可以帮我接受的 他不知问我什么 我说你不是想着我骗你 我说你不是想着我骗你 你不是想着我假扮不懂 他问了一些好主意问 是不知什么了但什么了 我又不知他在说什么 我就说我真的不懂 我不是假扮我真的不懂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可不可以彈性不彈性 他跟我讲一些简单些明白的 师傅好幸我遇到一个好的talent 所以就 不是呀 你好幸没有遇到一个坏人 是 你都要说自己不懂的给人听 人家做老板那些不懂都假扮 怕别人骗他 不是的 其实中间我找不同的师傅 有些师傅就 都有一点 譬如做到就告诉他做不到 那我就很坚持 不可能做不到 你做到你扮的 我去吃饭 也有些人 有些另外帮我改衣服 师傅也要说 但是 有时候我会坚持 我很坚持 我个人是很坚持 所以我就说 不可以 你这样 我坦白说你不可以这样咬 我自己说你不可以这样骗我 你要帮我搞定 那些师傅有时候都笑了出来 我认识的 因为这些是common sense 有时候我会把同一条问题 当我不认识的时候 我会拿同一个问题 或者同一块布 问不同的师傅 或者是去报行 问不同的人 同一个问题 看看那些人怎样回答我 那就慢慢浸 一些informations 一天真的十六个钟 即十三至十六个钟 我们这样说 可能是每个星期 逐六七天的问题 我想这样是维持了半年 才能过到最难的阶段 那就拿了一些 一个框架 和一些概念 但common sense 常理就是最重要的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好像变得很不平常 你用一个常理的心态 真的不需要有一个很专门的 你知道 你懂得问就可以了 是 要懂得问 学问 学问 懂得问就可以了 我当时特地看完你的那个 就是那个专访 和看回你的背景 就说 嗯 看看是合作的 真的不懂的 但你做了出来的事 我知道好不好就可以了 对 挺有趣 但我有点迷思 你有一句名词 常常用 Wearable art 一个可以穿着的艺术 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 我一路当时 为何我选择旗袍呢 是 有个心结 有个心结 是 有人问我 为何你选择旗袍 不做其他东西 我觉得 有时有历史 有背景 有历史 是因为 当你拿一件 Made in China Made in Italy 人们就觉得 一定Made in Italy 或者Made in France 比Made in China 当我拿一件东西 有什么东西 是Made in China 一定比Made in Italy 或者Made in France 你没有理由 找一个意大利的人 做旗袍者 都可以的 我相信有些人很熟 但是 基本上 我认为 不只是服装 因为我觉得 我很启发到 为何一些 日裔 或者韩裔 很供奉衣服 可以挂起 因为他们觉得 是国保级的 一些 代表国家民族的服装 可以挂起 我觉得 当然 我们市场上 有很多 旗袍 或者其他服装类 我觉得 都可以穿得很漂亮 但我想有一些东西 可以去到界别 可能我未必做到 能够成功 但至少我觉得 有些东西有推动 就是我们的旗袍 是一个 是一个 art pieces 就是用心做 用料 或者工艺上 或者心思上 我们花多些心思 我们真的可以 像一幅画一样 特别是其他非华裔的人 其实他们反而是更加 会将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近代 就取了某一个 旗袍 所以我想把它 看得阔一点 拉长一点 历史的时间线 你可以看幅度 其实不是 原来 就算看鱼耳转 所有东西 都是宽身的 很多衣服都 我觉得可以 加长一些时间线 所以我们可以多些 撕裂的范围 还有 我觉得现在 大环境的趋势 简化少许 生活 可以多些 质量好些 你可以常常穿几次 所以之前 也有些人问我 怎样有些霜面 是 不是 那些我叫他穿 反面 喜不喜欢 就化你的 反面 这是想实用性 为什么 因为以前出差 你去 business trip 行李 你不会化妆很少 因为我当时 比如我以前的同事 95%是男同事 所以 他不会等你小姐化妆 搞很多东西 有时候 我们也不方便 行李 带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日妆和晚妆 会想有些差别 或者是有些 晚上想闪上 日头想简朴 或者晚上想隆重 那我就觉得 如何做一些 business travel 他们可以 适合到 即使我们的旗部 Mock的 fitting 都可以穿得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过 我那个处境剧 叫做 我姨妈到的 如果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以Margaret的造型 出现 那我这样的身形 Margaret的造型 能不能穿到旗袍 当然可以 真的我这样的身形 都能穿到旗袍 你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是有问题的 真的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真的试过 哪些人都觉得 真的可以 我们就是 接下来想做一个版型 是给文初的长衣 真的吗 我很想穿 你一定要有的时候 要告诉他们 一定会 我常常常 设身定做 是 现代的规则 但是又要有 那种味道的东西 那你就找不到 市面我真的找不到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一件事 我就觉得市面上 没有这件事 是的 因为你明不明白 我觉得 市场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是 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很短 我就想做一些 有时你做的事情很好 其实我看到市场有很多 有才华和勤力的人 真的大 未必仍然都有机会 还有很多时候做了之后 因为很多 那量供应太多 其实人们看不到 所以我反而是看 有什么没有 做了不要浪费 我的想法是出发在这个角度 就可以 又保暖 又遮到这套 然后又可以两面穿 对吗 又可以翻面 又可以闪上 非常之喜欢 我是有这样想的 我说那个可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想想想 咦不是 我们文初那些衣服都是这样 都是 就是阔袍大袖 其实 其实有一点Korea touch 我觉得 都 一两季都有 是的 9月10月左右 我们都会退休 秋天的时候 好啊好啊 我一定 因为秋天时的季度又正好 是的 香港就太厚又不正 是的 这些时间我们是聊天 四季 四季以上就对了 是的 今天还有了 我就想问一下你 我可不可以说 其实做首饰和旗宝 是你的梦想 根本 不过你就 初手就没有发觉到 我应该 我真的 是真的喜欢问的 比如我中三的时候 我记得中三 其实我不是那些 就是很 我是随意的人 我记得 因为我全部 全年都是八分 有九分 十分本分 有九分的学生 但是 Mr.六科老师抓了我 他说 喂 你中四中五 那时候回合是中四中五 叫我收 Mr.四 他说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 全级里面的全部八分 我说 好 我回来想 但因为我后来没有 我没有读到 其实我是 这件事后悔了很多年 很多年 就是因为 那时候觉得 要花很多时间 其实我不介意花时间 但是那时候 有些比较实际的导师 就说你不要了 因为会很紧张的时间 你拿多一点时间去读书 那我就给了 其实我是喜欢问的 譬如我去北海道买旅行 我记得我和朋友去旅行 那首先去到北海道的第一站 我买了两个六角的 那既然你知道 有些八华树汁的店铺 那些旅行团那些 那我就去买两个八华木 然后那个领队就说 你都真的很特别 买一块木 因为团友里面 我都带了二十多年 就是首先买两个六角 再买两个木 就是你跟我去旅行很乖 古灵症我真的买些东西 还有你提一些东西 我真的很古惑 小小就觉得我怪 但原来我小小就是这样 我一直看回来 而且我不太管别人 你买什么 总之我自己喜欢什么 就是做什么 所以在你心底上 你根本就很喜欢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现在的工作 随时是比你快乐 就算是 就算之前 可能你也找到很多钱 找到一点 但是现在是艰苦很多 过程艰苦很多 以赚钱来说 以前赚1元 和现在赚1元 差很远 但是你的快乐就在那里 也很多 你以前是做儿和洋行的 是 你是应该升得快的人 是 宝贝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那时候是做品质监控 和风景管理 所以就一直 我不是management trainee出身 但是我中学的时候 就进了大学 选择了学生 做中学 帮他们做兼职 所以我一毕业就聘职了 但是我也跟management trainee peer group一起大 但是我也奇妙地 升职的阶梯 有没有慢过那些 是小油的 那一代是小油的 你离开这个舒服地带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但是当时因为 很多东西是两个比较大 过我10年以上的management trainee 的长辈和我说 因为他们已经升职了 他们说 你好出去啦 他们说 我们出去看一下世界多一点 就是说 如果现在你有机会 你再大一点 再升得多一点的时候 你就不会敢出去看世界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时候 给我的建议是很对的 也是的 因为你已经拥有越多的时候 你就觉得放弃就越难 是的 年轻的时候 去做多一点 或者错了都不怕 可以再起身 是的 还有当时他们真的 因为在那里 那几年经验 或者是真的很特别的经历 令到我 就是出来打拼的时候 我会有个底线 和会懂得如何不悲不寒去 处理很多问题 我觉得那里是我最感恩 而我最感恩是二果集团 就是我感恩我在那里长大 还有当时 我幸好很多前辈 他们给了很多资源 在那一代 所以令到我的成长 因为16岁至25岁是破检期 其实刚刚那段时间 我毕业第一份工作 就在那里 也有很多机会和制愈 可能很多人很梦寐意求 也是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是 那段时间里面 打好我的基础 你有什么意见给一些朋友 不理什么年纪 我觉得年纪大 都可以寻梦 他想寻找自己的梦想 但是找不到怎么去做 应不应该开始去做 你有什么意见给他们 的货币 尽辛迅